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关注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4月16日张奔竞选总部 举办了最新一期张奔支持者 及助选义工动员大会 美国南加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久 亚凯迪亚华裔家长会主席苏森章等 60多位社区人士竞选义工 张奔的支持者 青少年学生及家长到场支持 学校的一些系统 我是觉得需要改变 因为以前的人实在 他们太有经验了 我觉得如果有奔一个 为帮助阿凯迪亚学区教委委员候选人 张奔赢得选举胜利 4月16日星期六上午 张奔竞选总部 举办了最新一期助选动员大会 60多位来自阿凯迪亚 及南加社区的桥界人士竞选义工 青少年学生及家长 力临会场 当天恰逢复活节周末 张奔祝贺各位来宾 节日快乐 美国南加华联荣誉主席张树脚 美国南加华联主席陈惠弊 阿凯迪亚第五区市议员候选人 麦可高 阿凯迪亚华裔家长会主席 苏珊彰 美国南加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共同主席徐晓峰 阿凯迪亚先锋地产总裁 凯文拱 美国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长盛 美国北京联谊会会长 申玉明 美中经贸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 孙伟 等南加桥界人士 企业界代表 青少年学生及家长到场生源 张奔助选义工 目前正连续作战 努力工作 走街拜票跑得欢 当天义工团队成员 分批走访了数百个 阿凯迪亚居民家庭 他们不持辛苦走街拜票 用耐心和恒心 敲开了一个个选民大门 义工们用鲜明的事实 告诉选民为什么要选张奔 担任新一届 阿凯迪亚学区教委委员 那个进拆学 然后呢 帮我们学区教委做事 然后发声音 发出我们的声音 那这边上面有他的网址 然后是叫真吧 那我们五月中旬呢 如果能够得到你的血票 五月中旬我们会回房 我们也可以上网来取血票 都可以的 谢谢您 谢谢您 作为阿凯迪亚市居民 张奔曾经表示 有机会竞选教委委员 他感到一份责任和义务 如能当选 他将努力工作 不负众望 与阿凯迪亚学区教委 其他委员共同努力 让我们的学区再创辉煌 汉天卫时记者 吕丽川 阿凯迪亚市采访报道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于日前在Zoom线上 成功举办了 年末财税法律 生活线上大讲座 来自纽约州的 梅林山会计师 主讲房地产投资的 税务注意事项讲座 今天介绍讲座的 第九部分内容 上面我们就讲讲 房地产开发商 如何节省税 房地产开发商 那个报税呢 是不太好 它是劣势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因为房地产开发呢 它不属于投资 OK 它是属于一个 就是一般的收入 就是我们知道 房地产呢 很多人投资呢 就是喜欢有个 long-term capital gain OK 就是那个税率 是cap在20% 可能21%的吧 就是说 它的税率低 而且它有其他好处 比如投资房地产 譬如说 你可以做1031 或者是做 那个special opportunity zone 但是这个 房地产开发商 它是没有这个好处 它是属于 一般的生意收入 它就比较做重税 那个税率比较重的 OK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实际上 开发商跟那个投资 就是就是真的 我们都觉得 很多灰色地带的 但是一般来讲 你不想成为 开发商的时候呢 你想作为投资者 我是买了房子 做投资来赚钱 我的收入是 出于longton capital gain 而且我可以做 1031交换 所以呢 你注意的时候呢 第一个 你成立公司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用 那个developer 这个作为公司的名字 你用那个名字 你告诉别人 我就是做 那个开发商 那何苦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停了个名字 我就说 你改了 把名字改一改吧 那就 就好 就好看一点 第二个呢 就说说 在你那个章程里面 公司章程 像LC 那个operation agreement 你在里面就说 我这个公司 是做投资的 OK 去买一些便宜的房子 给它装修 打扮一下 然后再卖出去 或者是 就是以投资为主 去做一些 其他的发展 OK 这个就是 起码就对你有帮助了 将来你要 作为一个 投资性的公司 而不是developer 这种税的公司 OK 还有一点呢 就是尽量不要用 房地产的经纪人 做老板 这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这很多 地产公司 都少不了 这个投资者 少不了 找几个经纪人来做 因为他们懂这行了 接下来一起关注 国际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最近 在东部 顿巴斯地区 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 俄罗斯外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 周二说 莫斯科在乌克兰的 特别军事行动 正进入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作为新的 全面攻击的一部分 俄军已经控制了 乌克兰东部城市 克雷明纳 乌克兰称 俄罗斯想通过 顿巴斯战役 夺取该地区的 两个省份 美方认为 这只是前奏 可以预见 俄罗斯将在其邻国 东部地区 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 过去几天 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 和东部增加了 数千名士兵 为顿巴斯攻势 做准备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在周一深夜的 电视讲话中警告说 一场新的重大攻势 已经开始 并誓言 乌克兰将自卫 美国总统拜登 英国首相约翰逊 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周二 4月19日 承诺 面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东部 展开的全面进攻 将向乌克兰 输送更多的火炮武器 世界银行行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 马尔帕斯 周一 4月18日表示 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 世界银行将2022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下调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从4.1%降至3.2% 据路透社报道 马尔帕斯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们 为应对战争带来的额外经济压力 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新的 为期15个月的1700亿美元危机融资目标 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提供约500亿美元的融资 马尔帕斯说 该行增长预测下调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欧洲和中亚地区 包括乌克兰 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 这一地区收缩4.1% 由于与战争有关的供应中断 导致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飙升 对发达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也在下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周二也将下调其全球增长预测 波兰卫生部长聂杰尔斯基19日表示 波方已于上周通知欧盟委员会和辉瑞公司将拒绝继续接收新冠疫苗并不再支付相应的款项 据波兰媒体报道 有6700万至7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尚未交付波兰 波兰此举将可能引发于辉瑞公司的法律冲突 涅吉尔斯基表示 政府将诉诸采购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以使其在特定情况下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此外据透露 波方也曾尝试与欧盟及相关公司达成妥协 提出疫苗分10年交付 且拓到付款的条件 但我们发现生产商完全缺乏灵活性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成员国受合同义务的约束 但委员会理解波兰所处的困境 他补充说 欧盟当局将努力推动谈判 并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法 拜恩泰科公司和辉瑞公司对此拒绝制评 只表示他们与欧盟委员会达成协议 向欧盟成员国供应其新冠疫苗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随着多国逐步放宽对新冠病毒的管控 周一4月18日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把89个国家从切勿旅行 最危险的第四级警戒中移除 不再禁止美国人前去旅行 这89个国家敌击区 包括英国、法国、以色列、土耳其、 澳洲、希腊、香港、意大利、 日本、韩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等 但CDC仍建议未接种疫苗的人 避免到这些低点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士 出发前也应咨询医生的意见 第二级警戒包括疫情中等风险国家或地区 如南非等 低风险国家或地区则列为一级警戒 包括摩洛哥及台湾等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 将自主调整其旅行建议 不再自动跟随CDC的旅行指南 但是如果CDC将某个目的地的COVID-19风险 上调至四级境界 国务院才会跟随 经国务院调整后 禁止旅行的国家 于地区名单上仅剩下10%的国家和地区 这包含风险因素 而不仅限于新冠疫情 随着疫情管控措施的放松 很多美国公司正在召回员工上班 但是面临平均超过4美元每家轮的汽油价格 以及3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 一些上班族担心重返办公室将破费不费 为今日美国进行的一项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 78%的美国员工担心能否负担得起通勤上班的汽油价格 72%的人担心食品价格 38%的人担心公共交通通勤成本 34%的人考虑到购买新办公服装的费用 以及33%的人担心停车费 超过一半的员工表示 通货膨胀的飙升使他们更想要远程工作 近日美国报道 许多美国公司表示 为了吸引和留住员工 63%的雇主至少向部分员工提供一次性奖金 或进行整体加薪来应对通货膨胀 在哈里斯民意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员工中 有20%的人获得了加薪 19%的人获得了奖金来帮助他们支付通勤费用 另有17%的人表示 他们可以随时在家工作 其中一些人获得了特定费用的保销 包括汽油或膳食费用 停车和公共交通费用等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周一4月18日公布的数据 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 当局表示3月在西南边境拦截的非法移民达到了221303人 比一个月前增加了33% 其中许多是多次试图越境者 28%的人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曾经被拦截过一次 美联社指出该人数是2000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当时达到22063人 新数据披露时拜登政府正因一项公共卫生令 即将到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项COVID-19时公布的卫生命令 使美国当局能驱逐大多数的移民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试图跨越边境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 共和党人认为这说明了美国边境安全有着重大的隐患 批评者表示这是因为拜登政府取消了川普时代的移民政策 鼓励了人们的到来 拜登上任后尽管保留了第42条条例 但为家庭单位和无人陪伴的儿童提供了豁免 一些人认为这造成了今天面临大规模移民的危机 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加入了共和党人的行列 呼吁延长该命令 感谢收看 以上是今天汉田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